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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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roll show的朋友 我就是吳耀康 陳志強打電話給我 說Richard 我有個朋友 開一部電影 我當時已經立即答應他 陳志強是幾十年的朋友 沒得玩的 和麥俊龍大家坐下聊 才深入了解 他想拍一部電影 大家如果有看那部電影 你會記得有些場面 我的化妝很厲害 很厲害 現在生活就是很他條 是半退休狀態 為什麼會是半退休呢 死都不認退休 雖然就已經不是很多事情拍 有人找到 反而還會選擇 舉一個例子 我最近在拍香港電台的劇集 接下來拍就是因為 我很多時候都喜歡 幫香港電台的年輕導演 一起拍攝 半退休也好 幾乎全退休也好 怎麼打發時間呢 行山現在多了一件事 就是我們以前很多時候 說年輕人 臭小子整天上網 原來現在自己每一天 最少兩小時是上網 我每天上網 可以找到很多東西 對我增加我自己的知識 簡直是神奇啊 這個電腦 現在香港的電視台 他們拍的節目 就是太著重拍劇集 希望劇集可以賣到到大陸 以前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香港的電視台 你說他TVB也好 ATB也好 他們有些節目是拍給我們 香港人看的 有很多的中藝性的節目 或者搞笑的那些節目 Gag Show 那些什麼雙聲報喜 點子汽水這麼簡單 很多的節目 甚至乎我做木牌 跟阿士拍的那些 搞搞鎮那些 這些賣不到浮 但是這些是 香港人看得津津又美的 我覺得近年 電視台就應該走回這個方向 起碼拍一些節目 是給我們自己香港人看的 打開